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 让他们两个进来看毛毛 你忘了他们以前怎么对你了 你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今天你开了这个头 那以后他们经常可以来了 那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 那他们都来了 我也不能赶他们走啊 蓝星怎么来了 对啊 你说老太太来吧 我们毕竟以前那么多年了 蓝星今天来我也觉得奇奇怪怪的 她走了之后我坐到这儿 半天都没还过事来 蓝星说什么了 她说 我自从跟你结婚了之后 变得又年轻又漂亮了 还有呢 她还说她不相信毛毛是老刘的 她当着高红的面这么说呀 高红进去看毛毛了 她坐到这儿跟我说的 她就一直在这儿跟你说话 她没去看毛毛啊 高红跟我说话的时候 她进去看毛毛了 这两人挺奇怪的 看孩子还轮流去看 对啊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这什么呀 今天我跟妈去了余晓强家 这是我偷偷剪的孩子的头发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万一伤到人家孩子怎么办呢 妈 你放心啊 我是用剪眉毛的小剪刀剪的 我剪完了孩子还在睡觉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您不是一直耿耿于怀 这孩子是不是老刘的吗 要不然你也不会拿着 老刘的摆着照片 跟于小强说 跟老刘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 这跟偷偷剪孩子头发 那是两回事好不好啊 蓝星啊 这事儿 你做得太过分了 哎呀妈 这孩子要真是刘家的 那可是您的孙子 光耀的儿子 那也是我的孩子对吧 行了别说了 孩子不是我的 那可不一定啊 你是不知道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子 妈可知道啊 而且我见过这孩子 跟你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孩子太有可能是你的孩子了 好了你们别争了 有了头发 我们就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啊 对吧 那我在这里表个态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 证明孩子是老刘的 我坚决支持要恢复养权 你以为做个亲子鉴定这么简单 那需要正常的手续和相关的证明 而且孩子的妈妈得同意 余小强能同意吗 我剪这头发 不就是想绕开余小强吗 你忘了我有个闺蜜 在权威的医疗鉴定机构工作 我去找找她 这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对吧 蓝芯 你别捣乱行不行啊 别说这孩子不是我的 就说他真是我的 我和余小强已经离婚了 这孩子我也不要 怎么能不要了呢 蓝芯不说了吗 要回来呀 要回来要回来啊 我来养 孩子将来我们财产不都给给他吗 蓝芯啊你放心啊 要是你跟光耀生了孩子 我财产就全部给你的孩子 妈不说这个 如果您信得过我 这事就交给我去办 那医疗鉴定 无非只有两个结果 一 孩子是老刘的 那么我们坚决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蓝芯哪 你太同情达理了 二 如果孩子不是老刘的 从今以后 我们跟余小强 永不往来 我得去趟他们家 干吗呀 还礼啊 还什么礼啊 人家今天来看孩子 不是送了红包送了礼吗 你听我说啊 如果是亲戚 今天来看孩子 那不用还礼 那是自家人 可今天来的是客人 客人送礼了 我们就得还礼 我包交名就得代表我们全家 去还一份礼 这叫礼尚往来 看什么呢 你真要去做我亲戚鉴定吗 妈 你没看妈那急切的样子 这事啊不水落石出 大家谁都甭想踏实 睡吧 我聊客房睡 你什么意思啊 有些话说白了就没意思了 你不说白了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你让我说 好 安心 我觉得你有些事情做得有点龌龊 龌龊 你怎么会说我龌龊呢 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想想看 人家误发了一个邮件 你就让我把凯西开除 还有 你拿着剪子去剪一个婴儿的头发 这种事情你怎么做得出来 这不是龌龊是什么 我不觉得龌龊 我这都为了你 你千万别这么说 为了什么你自己最清楚 我是清楚 我是为了我们来之不易的家 为了家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在所不惜 好 到不同不相为貌 好 谁啊 阿姨 是我 我 怎么是你啊 昨天您到我家来 又送礼又给红包的 我老婆说她特别不好意思 今天非让我带点礼物来 看看您 礼尚往来嘛 欢迎欢迎 包家明啊 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阿姨还能把你挡在门外头吗 好 请进 请进 里边坐 来了 礼物 你可别 我可不敢送你的礼物 你还是先说事吧 没事没人 这可是我亲手设计的 师傅手工缝制的 独一无二的 不看看吗 这是你设计的 好漂亮 针脚戏吧 那我去试一下 快去快去 好 阿姨 这么大房子你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蓝星不上班也住在家里 现在有事出去了 他脸皮可真够厚的啊 那时候都把咱们家小强 说成什么样了 昨天居然还有脸去看他 真做得出来 不就是知道错了 去道歉吗 小伙子 你啊气量放大一点 算算算不谈这个 咱来谈毛毛吧 你看这毛毛多可爱 可不是吗 阿姨您别看啊 他才三个多月 可有音乐细胞了 每次他哭的时候 只要我给他一弹吉他 马上又停了 还跟着手舞足蹈的 没准以后啊 还会是个音乐家呢 而且他还特别有运动天赋 我带他去游泳 他就特别高兴 什么 小孩才满百日呢 你就把他带去游泳馆 太危险了 不是游泳馆 是婴儿游泳会所 跟狗外学的 您这就落伍了吧 那也不行啊 真要出了事 你得负责啊 我当然负责了 我是他爸呀 是吗 你等等啊 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 怎么样 好看 我觉得你太牛了蓝芯 你这衣服真好看 错了 可他这么正式 我什么时候穿啊 什么时候都能穿 保证回头绿的 以后你的衣服我包了 你太好了蓝芯 那咱们现在能说正事吗 要不然我怎么穿着 这么不安心呢 行 帮我做个亲自鉴定 这关系到我的幸福 对不起啊 我原来呀 一直以为毛毛 是你和于小强的孩子 可是我昨天见到之后 我百分之百确定 毛毛是我们家光耀的儿子 原来这才是你 去我家真正的墨连 不 看小强也不是假的 想确定一下也是真的 你看 这张 这是我们光耀百日的时候照的 你要不相信 拿回去跟毛毛比一比 你绝对认不出来 他是两个人 这意味着什么 还用得着说吗 阿姨 拿着照片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毛毛现在是我跟小强的儿子 我包家明才是他的父亲 那是你以为 如果是科学认定呢 算了算了不急不急啊 反正啊没做之前呢 什么都不好说 做什么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们要去做亲子监禁吗 科学 你觉得小强会同意吗 如果当初你们对孩子 能有一点点的疼惜 对小强能有一点点的尊重 就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小强不同意 并不表示不能做呀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刚刚说小强不同意也能做 是这意思吗 好了 包家明先生 你送的回礼呢 我也收下了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你 阿姨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不会走的 什么叫小强不同意这亲子监禁也能做 怎么做 哎呀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只要毛毛不去就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去你的可能 我才去你的不可能了 你年轻人讲话也太没有礼貌了 本来昨天蓝星做这件事情我还骂他呢 现在看来我还要谢谢他了 要不是他剪了毛毛的头发 今天还没有办法去做亲子鉴定呢 他剪毛毛头发了 没错 包家明啊 孩子是不是你的不是你说了算 等亲子鉴定之后啊 科学说了算 你说蓝星昨天去我家剪毛毛头发了 怪不得 怪不得你今天底细这么粗 怪不得蓝星昨天假惺惺地去看毛毛 原来他根本就是个阴谋 好了好了 我说错了行吧 没有亲子鉴定 没有剪毛毛头发 我的意思是说呀 总有一天我们要做亲子鉴定 到时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然后呢 忙我就给你们了 好呀 我老糊涂了 我说错了行不行啊 你就当我刚刚什么都没说 行不 你们处心积虑地跟我抢儿子 这么无耻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年纪大了我不跟你继续 但是别让我再看到蓝星 我今天把话料成了 以后你们两个家 任何一个人都不许踏进我家 任何人都不许接近毛毛 这种事情以后不许再发生 对不起蓝星 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这是关乎一个孩子的 一辈子的大事 我要是帮你做了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资格从事我现在的工作 我不能够突破我的职业道德的底线 而且蓝星我是真没想到 你竟然敢偷偷剪了孩子的头发 再拿着老刘的头发来找我做亲子见店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不是大妹 你听我说呀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要当我是朋友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大妹我不是想为难你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可以跟于小强斗 可是我怎么逗得过于孩子呀 那这跟 孩子做亲子鉴定又有什么关系呀 只要鉴定结果出来 能够证明孩子不是老刘的 那老刘和我婆婆 就会对于小强彻底死心 我婆婆答应我了 她会断绝一切和于小强的亡爱 这怎么可能呢 这头发是老刘和孩子的 鉴定结果肯定是父子关系呀 头发是我的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你拿着你的头发 和老刘的头发来找我做亲子鉴定 然后让我说孩子不是老刘的 大妹你放心 我只要一个结果 你只要替我保密 我保证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我告诉你 蓝芯 首先你跟你婆婆和你丈夫 撒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谎话 随时都有可能被戳穿 第二 我们两个是闺蜜 我就当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没发生 第三 去看心理医生吧 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 只要你想去你随时来找我 怎么了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呀 你看什么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 要问你话呢 你找昨天蓝芯来干嘛吗 她剪了毛毛的头发 拿去做亲子鉴定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搞完最不错的 干嘛去 我要去找蓝芯 我跟她拼了我 要去你一个人去 你把孩子给我 你说她怎么这样 她疯了吧她 她跑到我们家里来 来剪毛毛的头发 谁让她进来的 是不是你放她进来的 你怎么想到一处是一处的 一处家里出了什么事 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你让我想想 你不用想了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抱个孩子跑公司干什么来了 敢吗 你敢吗 你要是敢 现在立刻马上我们去给孩子做亲子鉴定 你这闹什么呀 来抱着孩子 干嘛 我让你抱抱孩子 这孩子又不是我的 我抱他 但是我也不会抱孩子 所以 他不是你的孩子 你抱抱也无妨 孩子也不会伤害到你的 你连这个胆量都没有 你们家蓝芯的胆子可是够大的 竟敢跑到我们家来捡孩子的头发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咱们坐下说好吗 这事我听说了 蓝芯捡孩子头发 知道不对 我在家已经说过他们 这么长的 我对他们跟你说上对不起 对不起 别说得那么轻巧好吗 蓝芯来我们家我已经很反感了 昨天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就忍了 但是忍是有底线的 人是有道德底线的 你问不出这么说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你们家蓝芯跟你一样 以前我太傻了 现在我不会被你们两个人欺负了 谁欺负你了 你说你现在想干什么 你总不能抱着孩子到我公司来要挟我吧 刘光耀 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吧 我养孩子也从来没有找过你 今天我抱着孩子来到你们公司 是因为你们伤害到了我的孩子 我要为我的孩子讨个说法 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去给孩子做亲子鉴定 我刚才蓝芯那事给你倒过家了 对吧 问这孩子是不是老刘家的 那也是我妈妈一厢情愿 这跟我不关 咱俩都走到这个程度了 我什么都无所谓 你无所谓我有所谓 我也是有尊严的 我要为我的名誉讨个说法 我要为我孩子将来讨个说法 你们家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孩子是不是你的吗 干吗偷偷摸摸的呢 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 查他个水落石出呢 我不想水落 我告诉你 我不会跟你去 因为你怕 你怕如果孩子是你的 你无法面对 是不是 是 但是你没有选择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你说小强怎么还不联系我呢 我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 你要是真担心 你就到那男的公司去找他 可他不让我去啊 电话都关机了 你也不想想 他一个弱女子 带着孩子一起到那儿闹 他到底要什么结果 他就 他就是警告刘光耀 不让他生害孩子 那他干吗 带着孩子一块去 他干吗不让你 陪着他一块去 其实我早就有不太好的预讨 我知道 心里清楚得很 你害怕他们去做亲子鉴定 你害怕老刘要是知道了真相 把他毛毛抢回去 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接近毛毛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们 江明啊 有句话我不知道我说了 你会不会生气 这毛毛啊 他毕竟是老刘的亲生儿子 你啊想开点 别自询他 都会 我干吗去他们家 干吗找他们吵架 我干吗把蓝星捡头发的事 告诉小强啊 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你再打? 你不认错了 你小小有光要把你们的收拾文件和收拾文件给我 现在能等我们呢 还要稍等一会儿 前面还有你 你能不能帮我先抱一下孩子 干吗 他饿了我得给他冲奶粉 哦哦哦 怎么办我得 拖着脑袋 哦哦 你这边拖住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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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哭不哭 乖乖乖乖 不哭了不哭了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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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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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 小猪小猪 怕呼呼 让它睡觉 它呼噜噜 小猪小猪 呼噜噜 小猪小猪 呼噜噜 小猪小猪 怕呼噜噜 让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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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抱她不哭了 谢谢 谢谢 这不哭哭的男生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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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她特软和 好 还 妈给你吃了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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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她 她进来吗 好 好 我 哇 好 赶紧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打地 打什么车啊 现在这是高峰期 车可不好打了 再说天这么凉 再给孩子动着 上车吧 走 来吧 这孩子不会晕车吧 不晕 带孩子是不是挺累的 你好好开车吧 别说话了 好 我还得用 没事吧 没事 麻烦你送我们回来了 应该的 那回去吧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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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这儿来了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跟他家里说呀 我怕回家 你妈妈 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先原谅我我再说行吗 咱们这两口子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你说似的 今天我去找大美做亲自鉴定 我太着急了 我把装有你和萌萌头发的包 给落在出租车上了 等我见到大美的时候我才发现 我也是呢你说我那么多包我 我偏偏把那个丢了 真是见了鬼了 就这事啊 头发丢了 丢了亲自鉴定就做不成了 丢就丢了呗 不做就不做了 怎么了 好 这事儿 咱们到此为止 今后谁也不要打 好吧 回去怎么跟妈妈交代啊 妈哪儿我说 我就说我丢了 不行 妈肯定不会信的 都怪我吧 你说我跟妈信口开合的说什么呀 要不然我干脆承认了吧 妈怎么骂我 我都认了 不是你倒提醒我 如果妈真不信 她还非要做这个亲子鉴定 她去找小强 小强答应她 这事儿怎么办 不可能 没什么 与小强绝对不会同意她 没什么 因为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呀 与小强要是答应做亲子鉴定 等于自取其辱 那等于昭告天下 她与小强在外边有人呢 可我想想 有道理 你说得有道理 怎么还玩啊 为什么不吃饭啊 说话 生气了啊 生气了就说别给我挂脸 小心我揍你啊 听见没有 别玩 你怎么了 问了你半天你也不说话 别跟个小孩一样在这使性子 我就知道我在你眼里是个小孩 所以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你想知道什么事啊 今天为什么是刘光耀送你们回来的 那个点外面打不到车 我抱着毛毛胳膊都酸了 街上又冷 就顺利把我送回来了 怎么了呀 那你干嘛不接我电话 后来还关机了 你每次打我电话 一打起来就没完 我有事嘛 完事了我就给你回过来了嘛 什么事啊 你跟刘光耀干嘛去了 你跟刘光耀干嘛去了 我问你话呢 什么事啊 说话呀 你跟他干嘛去了 你不说是吧 我明天自己问刘光耀去 我带着毛毛跟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了 你去之前有没有想过有误我的意见 我当时就是一时冲动 做完了现在我也挺后悔的 我怕你生气所以就没敢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总是拿这件事说事我受不了了 为了毛毛 还有我的清白 我要还给他们一个真相 那就不是一时冲动 你早就想做了 是不是 我问你是不是 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想过 什么感受 不好受 滚蛋 你知道我不好受你还这么做 吴晗强 你不不应该怎么办 今天我没有想过前面 我想过去 我去那你的身份 让你来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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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是因为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今天一句话都不说 话往上毛毛 就跟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 你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毛毛是他的儿子不是我的 没关系 人家知道了也没事 反正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的 可是这么大的事 你非得没跟我商量 你一声招呼不打你就去做了 你把我包姜明当什么了 我是你的丈夫 咱们俩是在过日子吗 我希望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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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个是学码的尊重 都是学码的尊重 或者是学码的尊重 你受了解到何柔的尊重 跟刘光耀pper的尊重 我匀了 你欣贞了 是不是你两个人 梵乱了 你出来的尊重 你八百物 好吧 光耀 我可是抱过毛毛的呀 那个孩子天亭饱满地格方圆呢 你们两个人小的时候的照片 可通用啊 我看您就是想孙子想的 还有啊 我跟你讲件事啊 您说 那个 今天包家明来过了 他来干嘛 他说是来回礼嘛 毕竟我给孩子包过红包 人家说来回礼 我也不能把人家挡在门外边 是不是啊 我就请他进来了 结果跟他聊着聊着 我就把你小的时候照片给他看 明明你跟毛毛长得一模一样 他非要说他是毛毛的爸爸 结果他这么一绕我这么一集 我就不小心说出 蓝星剪了一撮孩子头发 要去做亲子鉴定的事了 后来我是否认了 可是包家明好像已经听进去了 我今天一天哪都心神不宁啊 他跟那个于小强有没有去找你啊 那倒没有 哎呀那就好了 我还一直担心哪 他们两个人去找你跟蓝星拼命哪 不会的 真要找就找呗 有我在呢 您甭怕 你不知道啊 我今天哪 连见到蓝星我都心虚啊 一不小心呢 把他偷见头发的事情说出来了 也好 民不振 言不顺动来的头发掉了 掉了也就掉了 就是 所以说嘛 这亲子鉴定的事 你就别再想了 好不好 好 我可以不想了 反正现在做不做亲子鉴定 对我来讲毫无意义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刘光耀 儿子是你的 儿子是你的 我知道 出时 楔 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又是你们 一个大床房 结婚证啊 没带 我们就用身份证 我告诉你 我们俩是合法夫妻 合法夫妻 你们俩 可怎么看也不像合法夫妻 怎么证明啊 你们俩在干嘛呢 你报警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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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的相遇 是远来又远去 你是否会在意 我孤单的美丽 岁月慢慢老去 是否还来得及 说一生在一起 真的不容易 爱情的故事 有北也有喜 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 生活再继续 难免有风雨 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 爱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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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再忧虑 在一起 永远不要再分离 爱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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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你 爱到你 我们不会再忧虑 我们不会再忧虑 爱到你 再忧虑 我们不会再忧虑 爱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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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再犹豫 在一起 永远不会再分离 爱到底 无论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